消防人員圍在電梯旁 因為有一名富人和八歲男童 受困在內 費了一番功夫 終於把人拉出來 原來這名富人帶侄子出門 結果搭電梯下樓時出意外 電梯變成大怒神 可以看到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 而且鏡頭往裡面看 玻璃不僅碎片 就連一些燈具也都墜落 驚悚意外發生在日十七號下午 捷運輔中站旁 遊龍人行天橋的電梯 現在已經封閉 禁止搭乘 根據瞭解孫姓富人帶侄子 疑似要來參加萬聖節活動 搭電梯從日樓往下時 鋼索突然斷裂墜落 富人骨折 侄子多處擦挫傷 雙雙送醫 那陸續我們會請鑑定單位 來做鑑定 看是什麼問題 那也會要求我們回復的緊張 來去做收入 區公所的電梯 每個月都會檢修兩次 最近一次檢修是十月十七號 結果十天就出意外 造成兩人受傷 無辜的富人和八歲童 來萬聖節活動都還沒看到 就先上演一場驚魂祭 3D新聞 陳翔 林玉均 新北採訪報導